我记得你以往就是开一些小型的演唱会之前 你说你经常会做一些噩梦 要不站在台上就会想不出来词了 然后然后就自己很尴尬 所以这三场演唱会之前 你会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对 在开这些演唱会之前 会就每一年会做梦 梦就几次这样的感觉 然后开完这些演唱会就没有梦到我了 对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一种紧张感压力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得从时间里面挤出时间去彩排 要唱那么多首歌 那个也是相挺挑战 所以站在舞台上那一刹那 你会有圆梦的感觉吗 我以为我这一生不会有机会开演唱会了 对就想不到非但开了 还是这么大的一个 还有成都 特别是成都是在四川体育场之外的开的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荣幸 我觉得是惊喜 也是一个礼物 虽然很辛苦 但是你现在去回味一下 我觉得一些旅程碑式的东西放在那 我觉得挺开心的 是的 感谢观看